摩天 不过也刚到啊 这么巧啊 是啊 巧什么巧 公子都等了郡主半个时辰了 花花 昨夜晚归可有睡足 早饭可用过了 若没吃饱的话 我马车上还备了点点心 一会儿不防吃点 花花不累 不愧也不饿 我们赶紧进去吧 好 都听话话的 多久 你看阮姑娘 拿了那么多东西 还不帮人家一下 公子 阮姑娘 连十个我都不带喘气的 应该不用我帮忙吧 作为男子 要有风度 走吧 我的人你也敢打 打的就是这姓荣的 这一拳是为了报复你 强奏落心爱的姑娘 花花 我这就要走了 这一走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回来 你有什么不舍得的 不要憋着 全部说出来给我听吧 话 还真有那么一句 一路顺风啊 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舍 正所谓 送君千里 终续一别 就算有再多不舍 王子也要趁着日色 早些跪去了 毕竟出使一趟 盘欢数远 若非了解王子的为人 否则 早该怀疑 爱婆国的居心了 你这一肚子的坏心眼 本王子说不过你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你若是敢对话话不好 我随时杀回京城收拾你 王子放心 在下 定会对话话极好的 不会让他说半点委屈 不过有一点 在下要提醒王子 贵国别说杀到京城 恐怕连边关都不信 你们大业人 果然都是狐狸 好了 大哥你就放心吧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 给 看来 看来本王子是真的没机会了 不过没关系 认个兄弟也不亏 花花 以后你若是离开了大业 千万不要问了 莱爱婆国找我呀 没想到 博也不光读书厉害 社界也厉害 这才没几天 就已经指哪打哪了 信的良迟事半功倍 这一切啊 都是因为花花教得好 话这么说没错 可是啊 这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臭班横 我都教那么好了 还是学不会 说到底啊 还是博业聪明 官爷 官爷 你让我们过去吧 发生什么事了 出来逃难呢 胖胖 你们这些难民好大的胆子 连棍道都敢走 官爷饶命啊 我们从未见过京 这哪里是棍道 我们也不知道啊 求官爷您高抬贵手 就放我们过去吧 京城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吧 把他抓起来 不许帮我祖母 你个小兔崽子 仗势欺人 我班华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班 郡主 小孩 福号你祖母 跟我走 这到底怎么回事 看一眼是 老人家应该是饿的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哥儿都饿死了 姑娘 福 我的孙子 出生其中好人家 父母 为奸人所害 请姑娘 带为照顾 来世当牛作骂 祖母 祖母你醒醒 祖母 贺喜新任 户部尚书 师弟 画画 朝堂的事 爹都跟我们说了 我本以为画画 会因为烧鸡一事 参施家一本 没想到 反倒是夸了施家 我本来啊 是想告状的 可是 我一想呢 这些灾民 要是因为我而吃不上肉 闹不成坏人了 所以我就改成了 使劲夸他 让皇上也跟着夸他 让他呀 只能继续发烧鸡 对 让他发 让他们家囚死 我才没有你那么坏心眼呢 一来呢 灾民啊 能多吃几顿肉 也不是件坏事 大家吃得开心 我也没什么损失 这二来呀 那得让石飞仙知道 他这么胡闹 是会出岔子的 可他又不听我的 那还不如啊 就让他等着看 反正我提醒过他了 姐 你变了 你变成老狐狸了 我这招将计就计啊 是在我 祖父兵书里学到的 计划向佛 我要替灾民 好好谢谢花花才是 容少叔 客气啦 这猫真可爱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花花 顺子也喜欢猫呀 嗯 顺子 有件事情 哥哥想问你 在这一路上 祖母可交代你什么吗 没有 那祖母 可给过你什么东西吗 东西 也没有 对了 对了 祖母说 让我别给姐姐添麻烦 要记得爹娘的话 爹娘的话 什么话 爹娘说 他们什么都不要 只要我开开心心的 长大了做个好人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他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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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徹查此案 小順子在我身邊呀 沒人敢動他 順子能夠遇到花花 真是幸運 畢竟啊 這幫乖巧可愛又懂事的弟弟 我可這輩子也沒見過 花花對橫迪 太過苛刻了些 橫迪雖有些貪玩 卻是個喜人的心臟 何止貪玩啊 天天的 貪吃好賭不靠譜 天天睡到大中午 讀書不行 練舞更廢 橫迪縱是有百般不是 花花 一種目得別人說他一句差 不是嗎 那當然 現在我們的處境越複雜 我便越是知道 祖母那些年 默默為我們擔下了多少事情 現在祖母不在了 班橫也還不懂事 所以我總在想 怎麼才能像祖母一樣 能好好守護班家 花花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難道你沒有發現嗎 很多時候 你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了 還是不夠好 夠了 不夠 我既不懂文采 又不懂朝堂 這些由我懂就好了 多一個人 豈不是浪費嗎 可是我也不會做菜啊 脾氣又不好 我也不允許花花 說自己一句不好 自從那日 我與花花共了一十言 我便決定 余生不管經歷任何艱難險阻 我都要同花花一起 守護班家 守護你 多久 他父親 忍不住 我都要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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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但我 我又會 感谢观看